Way 這個字的母音落在EI 整個字只有一個音節 特別要提醒同學的是GH 在這邊不發音 整個字我們就念成Way Way 那Way這個字我們中文翻成重答 它是一個不極無動詞 我們英文解釋來看一下 To have a certain weight 有一個特定的重量 那就是重答 例如說這塊鐵它重達多少 它有一個重達10公斤 就是它的特定的重量就是10公斤 好那Way這個字呢 其實我們可以 它不能夠 我們可以直接在後面 直接再加上另外一個常見到的 Upto後面它接上所謂的重量 好那這時候我們通常 中文就會把它翻成所謂的 重達多少公斤 Way up to Upto這片經常看到 同學不妨可以花個時間把它記一記 好我們直接來看例句 the box weights a lot and I can't carry it on my own 好它說呢 這個盒子箱子呢 weights a lot 很重 a lot 就是very much的意思 那很重 and I can 我沒有辦法 carry it 好帶著它 on my own 獨自一個人 on my own 也是很常見的一個片語 好那這個 Way呢 除了可以當作不極無動詞之外呢 它還可以當作極無動詞 好就秤什麼的重量 來我們來直接看例句 after starting my diet I weighed myself every other day to see how many kilos I lost after 在什麼什麼之後 好這是一個介系詞片語 在開始 結識之後呢 I weighed myself 好這邊的weight 當作極無動詞 我呢給我自己量體重 好就是量什麼什麼的重量 我呢為我自己呢量重量 多久量一次呢 好這邊有一個時間副詞片語 叫做every other day 每隔一天 那就是每兩天 每兩天呢 我會呢量一次我自己的體重 目的是為了要去看看 how many kilos I lost 那這邊呢是有一個什麼呢 how how many 所引導的一個名詞 指句 當作see 這個幾乎動詞的受詞 看看how many kilos 我一天呢 減掉了多少公斤 瘦了多少公斤 ok 好我們接下來 看另外一個詞類 當我們在這個weight的後面 加上t的時候 一樣的 它只有一個音節 我們就唸成weight 相同的是gh呢 我們都不發音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中文翻成重量 那要提醒同學的是 weight這個字 其實它的發音呢 跟一個字一模一樣 那個字就是動詞的什麼呢 就是動詞的等待 等待它是屬於不幾乎動詞 所以呢當我們要接受詞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加上一個介系詞for 這兩個字的發音一模一樣 但是呢它的拼法 跟意思是相差很多的 好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個例句 rick has put on a lot of weight since he stopped exercising has put on 這邊的put主要是一個 過去分詞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put 這個字呢 它是三態不變的 所以這邊呢 它是屬於過去分詞 它呢已經put on 已經呢 體重增加了很多 我們說put on a lot of weight 這就是增重 體重增加的意思 增加了很多的重量 什麼時候開始呢 一個時間複詞指句 since he stopped exercising 自從他停止運動之後 他就體重開始呢 就增加了 好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念成weight 當作動詞的時候 我們念成weight 可以中文翻成重答 當成肌肉動詞是量 什麼什麼的重量 我先把這個 我先買回去 我先去哪些